我想这个是很肯定的,不管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那另外,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罗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出色的姊妹,这些名字,朱里亚和她的姊妹, 然后还有玛丽,还有这些名字很难读的,土菲拿士,土富萨士,还有笔西士, 如果你想要为你的女儿改一个圣经的名字,是不容易跟别人重复的,你可以考虑这些经文, 都看到有很多忠心的姊妹跟保罗他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我们是肯定的,女性有恩赐,有属于恩赐,有服侍教会。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也不是女性是否应该积极地在教会中积极服侍,这个也是确定的。 在新约《路加福音》当中,有专门提到很多姊妹的招待的事工, 这个《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之前讲到有提过,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鬼所赋,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有摩大纳的玛利亚,有西律的家宰,菩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珊娜,还有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攻击耶稣和门徒。 在《石鹿行传》还有提到其他的妇女,那个称为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是开放出来,给大家聚集祷告的。 还有丽丽亚,她是推亚推拉城的人,她速来敬拜城。 还有很多,比如说大比达多家,翻译出来是多家,她也是广行善事多诗周记。 我们都看到妇女们,她们是很积极地在新约教会里面去服侍。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肯定的。 那我们今天晚上到底探讨的是什么? 我们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圣经是否允许女性与持世的职份来服侍? 我们探讨的是职份。 你说有恩赐,那肯定她可以坐那个位置啊。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恩赐不一定跟职份挂钩的,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有解经的恩赐,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带茶经,做小组组长。 但你不一定做传道,不一定做牧师,或者是女牧师。 比如说白居拉,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人。 她跟她的丈夫亚居拉,她们跟亚波罗,跟她解经,解释什么是新约的洗礼。 我们看到都很有恩赐,但是恩赐是不是必定跟持份挂钩呢? 好像也不是。 又比如说很懂得关怀的弟兄姊妹。 可能当中在平行图当中有很多很出色的。 但他们可能可以做那个辅导,可以做关心人的。 她不一定是关怀执事。 不一定她要坐那个位置,才能够坐那个服事。 所以我们也说恩赐不一定跟持份挂钩。 因此我们来探讨的不是姊妹们有没有这个恩赐。 我们来探讨的是姊妹们有没有这个职份。 有没有这个执事的职份。 好,现在来进入这个话题的探讨。 我们会看几处的经文。 首先看第一处,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 罗马书十六章一节。 这也是支持女执事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间隔离教会中的女执事。 如果你看中文版,你说这不是说好了吗? 有什么?有女执事。 感觉非常确定的。 但是如果你在看英文版, 你会发现好像有不同的翻译。 这个是ESV的翻译。 I commend to you our sister Phoebe,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at 这个间隔离。 有会看到她翻译成什么? 她翻译的是Servant, 上面的翻译是女执事。 为什么好像有这么大的区别? 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文版, 它虽然说是执事。 但是那个英文版说是女扑人。 原因是它的原文是Deacon。 我们今天说Deacon说执事。 其实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仆人。 当圣经里面出现Deacon, 不一定说他是执事。 可能只是很简单的说他是一个仆人。 因此单单看这句话, 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仆人还是执事。 我们必须按照上下文去判断。 明确只是仆人的经文。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马太仆音。 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这个字就是Deacon, 仆人。 她母亲对用人说, 这个也是Deacon。 然后这里是服事我跟从我。 服事我的人, 这个人们也是Deacon。 我们看到Deacon可以是仆人。 一个服事的人, 基督的Deacon。 如果这些经文是比较明确, 我们知道这是在讲执事, 是一个执分的经文呢。 比如说菲利比书一章一节, 当保罗写书信给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他提到那个教会的领袖们, 他说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我们就比较确定, 这里讲的是有执分的执事们。 另外, 也就是这一段经文, 提普泰前书三章八节。 做执事的, 已经说是一个执分, 更明显的是这里, 他先受试验, 是需要经过检验, 觉得他够资格了, 他才可以做执事的。 所以这些经文, 我们会翻译成执事没问题。 那么, 到底那个罗马书十六章一节, 那个菲比女执事该如何翻译? 单单看这些经文, 我想我们是没有直接且足够的证据, 可以马上做一个肯定的判断。 你翻译为女执事好像也可以, 你翻译为女仆人好像也可以, 需要看多一点的经文。 所以这是第一段经文, 并没有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 非常重要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 这一段经文是跟我们最近经常讲的, 长老那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 保罗先讲长老再讲执事, 三章八节开始讲执事, 讲执事也应该像长老那样子, 他必须端庄, 不以口两识, 各种的条件说出来了。 十一节就出现了女执事, 这三个字。 所以如果你单单看中文版, 你又找到另一个证据了, 比如说明明显显的看到女执事, 但是和和本翻译的人, 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个翻译有歧义。 所以他有一个括号, 告诉我们什么? 原文是什么? 原文是女人。 原文并没有明彬白白的说女执事, 原文只是说女人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有节制, 凡是忠心。 单单看这里还不够确定。 那我们看看ESV英文版怎么翻译。 ESV英文版, 诶, 哪里有看到女执事, 不见了。 她说, Dear wives, 她们的老婆。 那为什么她们可以这样翻译呢? 原因是, 这里原文是女人, 这个女人有两种意思。 她可以直接指, 女人也可以直接指妻子。 因此, 如果这里是讲妻子, 她就认为说, 她刚刚讲完什么? 刚刚讲完执事, 马上讲女人, 那应该是在讲这些执事的妻子。 所以ESV的翻译是, 她们的妻子也必须端庄。 我们又看到有争议了, 又有不同翻译。 其实这一季节经文完全没有出现, 第一个, 刚刚说那个字是女人。 Good name, 那个希腊原文。 它既有女人的意思, 也有妻子的意思。 这两种翻译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逻辑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英文, 圣经翻译为Dear wives, 实事的妻子。 刚刚说过了, 原文其实也是没有爹这个字的。 爹这个字也是, 是他们加上了个人的理解, 才翻译出来了。 如果有原文有这个字, 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是执事的妻子。 可是原文并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不清楚, 她们到底是女人还是妻子, 该用哪一种理解比较对。 那翻译成女执事的理由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 刚刚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在讲执事。 突然11节提到女人。 那肯定讲什么? 肯定讲女人执事啊。 因为这个上线文在讲执事, 所以应该翻译成女执事。 翻译成执事的妻子的理由。 这段经文是在讲执事。 突然11节提到妻子, 那肯定是在讲执事的妻子。 所以是Dear wives, 你发现这两个理由是一样的。 都是在讲什么? 突然讲什么? 那肯定是翻译成女执事。 都是在讲执事, 突然提到妻子, 那肯定在讲执事的妻子。 两个给出来的逻辑,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这样子很快地看了两段的经文,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在女执事的话题上, 有这么多的弹性跟争议。 因为这两节经文都不够清楚, 足够给我们判断它到底什么意思。 因此, 我们要来说这两种立场。 我们必须看多一点的经文, 必须找多一点的理由, 是符合圣经的理由, 来判断到底圣经是支持, 还是不支持女执事这个位分。 两种立场, 分别有什么理据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立场。 支持女执事的人, 她们有什么理据? 一个一个来, 一点一点来go through, 看看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第一点, 评文在前书三章十一节, 那些经文怎么说呢? 女执事, 或者原文是女人, 女执事也是如此。 她们说, 你看这四个字, 也是如此。 这四个字, 让这句话, 它是自然的接在上文, 关于执事的标准的清单下面。 上文在讲执事的标准, 突然说, 也是如此。 那应该就是暗示, 这里也是在讲女执事。 因为这一章的内容, 主要是在设立职份。 很清楚的, 首先讲监督, 然后再讲职份, 来讲执事。 设立职份, 用来指导教会。 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在讲执事的妻子, 而是讲女执事。 提到她们的时候, 也是如此。 让我们看到女执事跟执事, 是一样的权柄, 一样的关联。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如果保罗讲的是执事的妻子, 原文是女人, 可以理解为女性执事, 或者是执事的妻子。 如果保罗指的是执事的妻子, 问题来了, 为什么保罗不把长老的妻子, 也拿出来谈一谈。 上面是没有提到长老的妻子的。 那个上下文,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 或者我这里给你看, 那你看看上下文, 你读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是上文, 我们最近讲到提到的。 留意这里有没有讲到长老的妻子, 或者女人。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公,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富裕的丈夫, 有节制、自首、端正、 乐意接待人人, 善于教导, 不饮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增进、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而你凡事端庄顺子。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 不可以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友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 有没有找到讲长老的妻子的经文? 好像没有,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 但是到了下面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说, 这里是讲执事的妻子, 我们就会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长老不提他们的妻子? 执事却要提他们的妻子? 会不会这里根本就不是在讲妻子?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这样子的。 长老做的是教务的监督工作, 是全教会的领袖。 长老的妻子的品格, 理所当然的, 要比执事妻子的品格更加重要。 但是这段经文, 他这里是专注讲执事的妻子, 而不顾长老的妻子, 那就太奇怪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 这里也不是在讲执事的妻子, 而是讲女执事。 这样就比较合理。 那么保罗他不谈长老的妻子,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不谈。 因为这里也不是执事的妻子, 而是女执事。 第三个理由, 刚刚提摩太前述三章十一节, 讲到的对女性品格的要求, 是适用于长老跟男执事的, 很高的要求。 如果这里同样是在讲有执分的女执事, 那就说得通了。 如果不是女执事,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求那么高。 比如说, 男执事他必须端庄, 三章八截。 然后讲到女执事, 也必须端庄, 我们就可以理解, 是啊, 应该要有同样的那个品格。 长老需要有节制, 女执事也有节制, 又合理了。 然后, 另外两个对女执事的要求是, 不说残言, 凡是忠心。 这些都是对教会执分的责任, 忠心, 不说残言。 因此, 这一点说的是什么? 因为这么高的要求, 我们就明白, 他应该是在讲有职份的女执事。 正如, 长老跟执事也是有这些品格上的要求。 所以这是第三个理由。 再来看第四个理由。 这个罗马书十六章一节,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间隔离教会中的女执事。 罗马书十六章一节, 虽然低肯这个词, 可以翻译成仆人, 而不是执事。 它也可以翻译成执事。 两种选择, 我们怎么判断呢? 这个理由是这样子的。 当女执事这个字, 当低肯这个字, 她跟什么什么教会连在一起, 她就应该是一个特有的专称, 一个名词。 比如说我们说, 她是福音堂的低肯, 我们一听, 我们不会说她是福音堂的仆人, 我们肯定会理解为她是福音堂的执事, 因为有一个title在前面。 所以当这个词和一个教会的名称连在一起的时候, 她应该是特质执事。 所以菲比她应该就是尖格里教会中的真的是女执事。 第二节经文也支持这样的观点。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尖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 看看第二节怎么说。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合适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这里的帮助原文是捐助, 用钱去捐助的意思。 既然这里菲比她被认为是一个捐助者, 有个title给她。 那就意味着她的帮助行为是常规的, 她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 好像有职份那样子。 甚至她可能在财务上持续的资助有需要的人。 另外,有很多假经间, 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女执事的, 他们都同意, 罗马书这封书信就是菲比带去罗马教会的。 而这样的行为也和执事的身份相符。 第五个理由, 还有理由。 这个是我们讲长老的性别的时候有讲过的经文。 提摩带前书二章十二节。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血管男人, 只要沉浸。 根据这一节经文, 女性被禁止的是什么? 女性是不允许教导, 讲道教导, 协制男性。 但是这节经文并不排除女性可以成为执事。 因为执事是一个服事, 而不是领导的职份。 为什么? 执事们, 他们不用教导, 没有必要教导, 他们要教导, 按照平信徒, 那个对所有信徒的要求是需要教导, 但是他不会做那种权威式的教导, 他不需要讲道, 他也不需要施行权柄, 他们仅仅是帮助教会的各项事工。 然后这个理由, 有反对其他教会的做法。 他说在许多的进信会里面, by the way, 这段话也是进信会的牧师说的, 所以他只是在反省他们中派, 不是批评其他中派。 他说在许多进信会的教会里面, 执事们是配合牧师或者牧师团队带领教会。 在那种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做执事的, 他是在做长老的, 不是在做执事的。 这些执事应该被称为长老, 牧师或者监督。 他认为是如果按照圣经的执事, 不应该是做这些事情的。 因此他说, 执事不是一个领导的职份, 只是一个服事。 所以女人可不可以做执事? 第五个理由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就是支持女执事的理由。 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feedbac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已经被说服了? 那就肯定可以有女执事了。 牧师问题。 是,请说。 罗马书16章1节那边讲的原文, 那个执事那个字, 是阳性阴性有没有? 那个是好像是阴性。 是阴性。 就是说Deacon, 希腊原文这个字也可以有阴性的用法。 可以, 他只是一个servant仆人, 他有男性的那个格式, 也有阴性的。 我记得他那里应该是阴性, 我刚刚好像有查过。 OK。 这个我需要double check了, 但我刚刚查过是记得是这样子。 是。 我想老师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长老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是阳性, 对不对? 但是只是这个, 有没有阴性的。 我马上查一查, 给你一个确定一点的答案。 原文。 他是, 是, 是阴性。 Dicon, 他用了阴性的格式。 OK,好,谢谢。 好,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觉得他哪里可以反驳, 还是你已经都认同他, 那我们就不需要看第二部分了, 大家都支持。 Sharon觉得怎么样? 可以用你知识吗? 嗯, 对啊, 我赞, 我赞, 我赞成就是, 如果是在这个, 是一个服侍而不是领导的职份的话, 在, 在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但是不是每个教会的情况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教会的情况, 来, 牧者, 牧者, 牧者长老们来做一个判断。 姊妹们呢? 其他姊妹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 没有的话, 我们就来看, 反对的意见。 好, 可能你现在已经, 蛮觉得支持的, 那个意见还蛮, 蛮强, 蛮强力的。 那我们来看, 反对的意见, 看看你听完反对的意见之后, 会不会又, 觉得好像反对比较, 比较, 比较正确。 我们来看反对的意见。 反对女执事的理据, 第一点, 就是刚刚回应他的第五点。 他说, 这不仅是一个服侍, 也是一个领导的职份, 马上来反驳这一点。 哪里有看到呢? 我们先来读一读, 关于执事的第一次出现, 北断经文, 那个是使徒行传六章一节。 那时候门徒增多, 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今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办事。 这里有管理这两个字,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 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有智慧充足的人。 注意他是从弟兄们当中选出来。 我们就派他们去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法,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 又拣选了菲利, 波罗哥罗, 尼迦罗, 提门, 巴弥拉, 一般我们都不会读他们的, 因为这些很少出现, 所以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拉人里格拉, 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留意这里,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为什么说, 他是一个职份, 是一个领导的职份? 首先我们看到有管理的字眼存在。 另外, 这是一个按手里, 安立他们。 这个理由是这样子的, 耶路撒冷教会是设立了, 一个新的职份。 首先, 教会阐明了, 这个新的职份的正当的理由。 为什么需要新的职份? 因为使徒们不应该放下神的道, 去管理犯事。 所以第一点, 有一个理由。 第二点, 职事是经过案例的。 最后,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 当保罗谈到做职事的条件时, 他已经认可了这个职份的, 存在。 如果这个不是职份, 刚刚那一段经文, 保罗就不会这么确定了, 做职事的也是如此。 暗示者好像已经存在这样的职份, 他只是给他们更多的guidline,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他是反对, 他说这个是一个职份, 它不只是一个服务。 这些职事们, 他可以决定哪些果父得到教会的帮助。 作为拥有教会职份的人, 职事是拥有上帝的权柄, 并且通过实践这个权柄, 来服侍会众的需要。 他不是单单说, 我都是服侍而已, 不是的, 他可以做决定, 决定哪些果父得到需要, 按照智慧做一个判断。 再来看, 同样的新闻, 提福那前书二章十二节。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管邪, 邪管男人, 只要沉浸。 保罗的声明, 不仅是在讲公开崇拜的讲道, 而是禁止女性在教会中实践权柄, 特别是邪管男人这几个字。 这一点, 这句话, 这一点, 跟家庭中男女次序是一致的。 在家庭里面只有, 丈夫是头, 妻子是身体。 在教会里面只有男性担当长老, 担当执事。 诶, 哪里有说只有男性担当执事? 提福那前书三章十二节。 我们刚读过了, 但不一定有留意。 提福那前书三章十二节, 这里, 实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其实同样的理由, 如果我们说, 上面是可以用来证明, 做监督的, 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 实在是, 他必须是男性。 那么这一句话, 也应该是同样的理由, 就是执事, 他必须应该是男性, 而且他可以管理自己的家。 这跟家的头有类似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里, 看看他还继续怎么讲。 这个跟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次序是一致的。 假如姊妹有资格被案例为执事, 去服侍穷人。 那么, 这个时候案例女执事应该是最合适的。 因为我们还记得经文吗? 需要帮助的是谁? 寡妇。 如果需要帮助的是寡妇, 你要按立执事, 而且你可以按立女执事。 那不是说最好的时候就现在, 你就按立女执事吗? 但是十二门徒并没有这样做。 可见, 担任执事的是仅限于弟兄们。 这是第一, 这是一个原则。 也是刚刚那句话, 她只做一个护衍的丈夫, 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 跟家庭的次序, 跟做长老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反对理由。 来看第二个, 也是这一家经文。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 她是兼隔离教会中的女执事。 有一些人认为菲比应该是女执事, 因为刚刚解释过了, 跟教会的名字放在一起。 我们说CGC的Deacon, 我们不会理解为她是CGC的随便一个仆人, 我们可能理解为她是CGC的执事。 反对理由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无庸置疑的是, 毕业他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他服侍教会, 帮助保罗。 他是很积极的, 我们看到经常出现。 问题在于, 应该把这个词翻译成仆人好呢? 还是执事好呢? 如果我们确定, 我们认定这个词, 只能翻译为执事, 应该是值得却商的。 为什么? 理由是这样子的。 从罗马书十六章的上下文来看, 保罗只是想通过这节经文来表示, 弊比他热心服侍上帝的子女, 而并非强调他是教会的执事, 只是强调他是这个教会的仆人, 热心服侍上帝, 不一定指他是执事。 在早期教会, 女仆人, 她们照顾生命的信徒, 从人陌生人, 监狱里面的人, 她们也教导妇人和孩子。 弊比可能没有被官方认命为执事, 没有一个案例, 没有说他是一个执分。 保罗, 但是保罗是认同他, 唯以重任, 托他将书信送到罗马教会, 但始终不能确定这里, 不能肯定的说, 这里就是说他是女执事, 执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她是一个女性的爱主的忠诚的徒人。 再看第三个反对的理由, 提摩大前书三章十一节, 女执事也是如此, 她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有劫是凡事中心。 上面支持的理由说, 这几个都是执事跟长老 该有的品德, 应该就是讲他是执事了。 但是反对的理由, 也是用同一些经文来反对。 他们说, 对于也是如此, 这四个字的理解。 有人认为, 保罗将话题从执事身上转到女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 然而这里的女人这个词, 如果理解为, 执事的妻子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说, 执事的妻子也是如此? 正如执事要端庄, 不以口两舌, 执事的妻子也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我们不可以过分的解读, 也是如此, 这四个字就觉得说, 他必定是执事与执事。 可能只是说, 执事的妻子也是如此。 下面还有其他的理由, 也是同一家经文。 保罗在提到这些女人之后, 他马上就继续讲执事的资格。 我们再回去看看,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是, 当他讲完了女执事, 我们将他讲完了女人, 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女执事。 当他讲完了女人, 十二节, 他马上又跳回到, 谁呀? 执事。 马上跳回去了。 看看他怎么解释。 当他提到这些女人之后, 就继续讲执事的任职资格。 所以最自然的推论, 他们是与执事的关系紧密, 确实就是执事的配偶。 执事中间插进来说一说, 马上又退回到讲执事。 另外, 正因为十一节提到的是执事的妻子, 所以保罗顺理成章的在下一节经文说到, 执事只可以做一个妻子的丈夫。 讲执事, 突然间插入讲执事的妻子。 所以十一节马上讲, 执事你应该只做你的妻子, 一个妻子的丈夫。 这样子好像读, 就蛮自然, 蛮合理的逻辑。 再来看第五个反对的理由。 保罗是刻意避免给这些女性有一个特殊的名分。 因为原文是怎么说呢? 原文说, 女人也是如此。 如果她们有职份的, 为什么不给她们一个职份, 而单单只说女人。 保罗好像是特意避免给她们有任何的特殊的名分。 这跟他前面讲长老执事是不同的。 前面讲长老就告诉你们, 这是长老, 这是监督。 讲执事就告诉你, 这是监督。 但是讲女人, 就单单用女人, 没有给任何特殊的名分。 刚刚用这一家经文支持, 她们的品格很重要, 应该跟长老执事同样的重要的一个领袖。 但是同一家经文, 我们要看她没有讲到的内容。 对于这些女性, 没有婚姻方面的要求。 跟前面长老执事不同。 前面长老执事都会提醒, 她们的婚姻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有婚姻的要求。 但提到这些女性的时候, 并没有说这句话。 如果是执事, 应该也会提这么严重的要求, 不会将她忽略过。 对这些姊妹们, 没有提前考核的要求。 但是长老执事, 我们之前看过了, 他们是需要经过考验的, 经过考核的。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这里应该不是在讲一个职份, 应该不是在讲女职士。 保罗这里可能指的是, 时事的妻子们, 或者泛子, 某一些人的妻子。 可以想象这些女人, 这群女性, 他们拥有执事功能, 拥有执事的功能, 作为辅导的职份。 他们可能是类似, 类似副执事, 或者执事助理。 他们是在做执事, 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这些女人存在? 理由是这样子的。 因为执事的工作环境是很敏感的。 他们需要服事有需要的人。 患病的人, 孤独的人, 在患难中的人。 妻子, 帮助丈夫参与服事, 是非常可能的。 尤其在教会里面, 有需要的女性很多。 我们可以想象, 保罗会希望在教会, 旋律辞事的时候, 考虑他们的妻子。 因为他们的妻子, 可能会帮助他们, 去做这些的事情。 有一些姊妹, 比较适合是有姊妹去take care, 不是有男性的执事去take care。 姊妹的缺乏, 可能只有姊妹去满足才是最好的。 尤其在教会, 没有女执事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是说, 不是说他们是女执事, 他们不是。 正是因为没有女执事, 所以需要有执事的妻子, 或者有一些女人, 她们来做这些事情, 来take care。 时事的妻子参与这项工作, 她一定会知道受住者很多的隐私。 你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 他们的病, 甚至他们的婚姻状况。 因此他们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有节制, 凡事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对他们的品格, 有很高的要求的原因。 执事的妻子若有这些品格, 她们就可以对丈夫, 对执事的工作, 起到帮助的作用。 不是拖后腿, 不是说执事今天去take care, 她的妻子, 反而听到了她就说残言, 说坏话, 说闲话, 破坏执事的工作, 或者干扰她的服事。 她会成为执事的得力助手, 也是跟家庭的秩序有一定的关系, 男是头, 女性是助手。 教会的状况, 使到执事们的任务繁重。 为了更有效的服事, 执事们必须找出有恩赐的弟兄和姊妹,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善用恩赐。 可能有些平信徒, 他们也是有服事的恩赐, 像执事那样的恩赐。 他们不一定需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执事可以找他们, 我们form一个caring group, 一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mercy ministry, 大家参与在里面是可以的。 执事层面的事工, 一样呼召姊妹们, 使用他们的恩赐和智慧, 参与在其中。 但是是以一种得力助手的角色, 参与在其中。 好, 这个是反对女执事的理由。 大家又觉得怎么样? 或者首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里的理解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莫斯, 我在想说前面提到那个女人, 如果从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因为他前面是一直读下去, 从第一节一直读的话, 一开始他是讲长老, 讲讲讲讲, 到后来他就是说讲一个likewise, 然后第八节的时候讲到likewise, deacon也是这样子, 然后接着也是说deacon也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他这个十一节讲到那个, 原文是说their wife, 因为我这边看的英文也是说their wife, 所以这个wife不是说指示的wife, 我是在想说, 他这个女人会不会是从长老, 因为长老只有弟兄嘛, 就是说从长老一直言下来, 接着就是讲到说, 无论是长老的妻子, 或者是指示的妻子, 所以从这样看起来, 好像这个原文讲女人是比较正确的, 或者是解释成their wife是比较正确的。 是,我刚刚上面有解释过, 是Joyce我觉得你的point很好, 但我也是按照原文来先看看他的, 那个原文是怎样的。 对,因为我是在想, 因为他前面是从长老一直讲下来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这个wife也是指, 并不是说他并没有提到长老的wife, 其实这个女人也是等于就是说指, 也是等于就是说指到就是说是长老的wife一样。 是,首先我们刚刚有说过, 其实连这个爹也是没有的, 原文是指示女人, 这个字完全没有爹这个字。 爹这个字是理解了之后, 认为应该是在讲妻子, 而他放在了指示的尺分的中间, 所以英文翻译成their wife, 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就是这些指示的wife。 我讲也是包括长老,包括长老wife。 就是说如果从前面一直看下来的时候, 好像是也是等于就是说他把长老, 长老也放在这里面, 因为他整个就一直讲下来, 长老的职份, 长老应该怎么样讲讲讲, 讲到后来就是说, Deacon也是这样子。 是,我不完全反对你的理解,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说服力, 可能是包括了长老的气息, 但可能有人会这样子解释, 他说这里是在主要是在讲指示了, 中间插一句话, 你很难说这句话应该包括上面长老职份的讨论, 因为从第八节开始已经转到指示了, 第八节到十三节明显的主力是在讲指示, 所以可能有人会这样子回应你, 他可能会说这一段主要讲指示, 中间插进女人, 如果我们将它翻译为wife, 应该比较靠近的理解是指示的wife, 当然你说监督的女人, 监督的妻子, 她需不需要有这些, 我也是觉得她能够这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会说你的说法是错的, 是对的, 但是只是按照经文来看, 可能比较靠近的, 她是在讲指示的太太, 假如我们认为她是讲太太的话。 好,对这个反对的意见,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看法? 故事这里我看到很多都是因为是提到弟兄, 然后带出很多详细的解释, 我就是没有看到哪一段是说肯定的女的不可以做, 有没有哪里说是女的是不可以做, 是比较直接的说。 是,我们有一个regulating principle, 那个principle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去看教会的治理的时候, 比如说教会的崇拜, 我们有两种做法。 有一种做法是, 圣经没有反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 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只有圣经有说的, 有叫我们的, 我们才这样做。 这是两种有点不同的取态。 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 圣经没有反对啊, 那就可以啊。 但是有些人说不是的, 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治理的, 应该是有提到才做, 没提到不做。 没有讲到, 也没有讲到孩子不可以做执事啊。 你为什么不给孩子做执事? 所以如果我们用第一种取态, 没有提到的就可以, 那我们就会放了大门了, 应该很多都可以。 但如果是第二种, 有提到才可以, 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 你刚刚说, 没有好像没有明确的禁止, 是不是? 好, 就看你怎么解经。 就看你怎么解经。 有没有明确的禁止呢? 首先, 这一段大概没有, 这一段没有说子, 那不可以, 因为它只是一个陈述, 不是一个教导。 我们还是来看保罗这一段。 首先这一段话, 如果我们将执事理解为有晚霞的权柄, 这一句话算不算是有禁止女人?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这是第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 第二个可以参考的地方, 只是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 这句话足不足够告诉我们, 执事应该是弟兄。 主要是这两节的新闻, 你会倾向于什么理解。 是。 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一节, 应该是蛮清楚的。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他不清楚。 是。 只是只做一个丈夫, 以及上面这个不许女人管辖男人。 如果我们同意, 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 他是一个职份, 他是有管理有权柄的。 是拥有上帝的权柄的。 那么, 提摩带前书这个原则, 好像也是有点关系的。 不是他这里说, 也不许他, 是一个男人。 这个他是男的, 还是女的他。 就是这个, 因为和和和本圣经, 哪一句也不许他。 是, 是指女人。 为什么后面的他用的是男人的他? 因为和和本圣经都是用男人的他。 和和本圣经, 你去翻译翻看看, 他连讲上帝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他。 以前是没有女字旁的他的, 以前是没有的。 后来因为中国文化有点改变, 人们为了区别, 那个他到底是男人女人, 才开始比较多使用女字旁的他。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唱卡拉OK, 有一些歌明明在讲女人的, 他都是用男人的他。 英文呢? 英文是用哪一个? 明显是在讲女人, 我可以给你看看原文。 提摩带前书二章十二点, 我给你看看。 我先将希腊原文演用出来, 给你解释一下吧。 英文是比较清楚, 所以是说圣旅的。 是。 你看到这里的东西吗? 这个是希腊文, 你当然看不懂。 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可以给你指出一下, 管辖男人是这个字。 其实希腊原文, 连足语都没有, 连足语都没有。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管辖男人, 没有足语。 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是谁呢? 你看到左下角吗? 左下角, 这个这里, 看到吗? 希腊文是这样子的, 它的动词本身就包含了性别, 包含了足语在里面。 Feminine, 有没有看到F-E-M? 反正这个动词, 它本身就告诉我们, 这是在讲同一个足语, 它其实没有新的足语, 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携管辖男人。 是。 是。 那, 你看英文版, 英文版是没有新的足语的, 是同一句话来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那一句话, 有包含了权柄的意思, 然后如果我们同意, 只是有权柄的,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这样子回应你, 说好像这一句经文也是蛮清楚, 不可以。 所以牧师从解经的角度来看, 变成正凡两边都, 都五十五十了, 就都有可能, 对不对? 五十五十。 正凡两边都是忠于圣经的人, 是。 他们解经出来的。 那, 所以可能有两个考虑点就是, 到底执事, 他的执分, 是, 就是, 牵涉到那个权柄的问题了。 是。 到最后我们, 啊, 需要的是, 智慧的判断了。 正凡两边都很有说服力, 是。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 您, 我们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一个判断, 觉得某一种说法, 蛮有说, 比较有说服力一点。 嗯。 是。 那, 我再抛出一个角度, 那, 教会历史上怎么看呢? 我的意思是说, 在教会传统里面, 有没有女执事? 不要讲特别。 就算在初期教会, 我们也找到教会历史上, 是有出现过女执事。 是, 那,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 因为教会历史上出现过, 就必定说他是正确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在教会的初期教会, 也是主教制的。 在初期教会, 我们再看教父们, 他们的神学, 也是有很多缺陷的, 也是在慢慢发展的。 所以, 因为教会有出现过, 推理道, 因此应该可以有, 那个之间的关联, 逻辑关系有多紧密, 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 是有出现过, 这个没人反对, 现在都还有呢。 那, 宗教改革以后, 路德跟佳尔文怎么看这个事情? 佳尔文, 我刚刚就有看过佳尔文的观点, 我一时忘记了, 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想要案例, 但最后没有案例。 他好像是为了服事的原因, 他想要案例女执事。 后来, 后来, 我忘记了那个, 那个, 那个教会里是什么, 好像是有人, 有人觉得不合适, 那最后没有案例到。 如果说, 一个女执事, 在教会做了执事, 那她丈夫是什么角色?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不是, 女人不可以管。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如果一个女, 女执事在教会里面, 做服事的工作, 她必须是有一些管理的, 一些, 一些那个, 一些管理的能力。 那个能力, 那个能力, 就可能会影响到, 是, 另一半。 是, 对, 这个是反对的, 那一派, 会同意潘那里的说法。 支持的那一派, 他会怎么说呢? 他会跟你说, 这个职事, 并不是一个职份, 他们只是在服事, 在做一些事情。 因此, 他并不是做管理的。 这个是, 支持的那一方的说法。 但是支持的那一方, 比较难解释的是, 史如行传六章, 那一大段经文。 他们比较难解释这一段。 真的是, 真的是, 只是一个服事, 而没有权柄吗? 那为什么保罗, 他专门讲, 我写信给什么教会, 问你们, 长老的安, 职事的安。 然后在讲职事的时候, 又有, 那个, 检验的要求,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是, 所以真的是一个服事, 而不是一个职份吗? 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嗯, 还有这边讲到, 当初十二门徒, 那个, 十二门徒叫门重门徒, 对他们说, 那他们去, 有些, 他们叫专心去传道, 但是这些管理, 饭食的事情。 是, 他并没有, 没有指的是, 这个饭食的事情, 他所谓弟兄, 弟兄, 负责的。 嗯, 这一次, 是选了七个弟兄, 是, 一方面, 可能有人会说, 他没有讲到, 指的太太什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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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撇下神的, 然后去管理饭食的, 去, 派他们管理这事, 是, 那, 那是, 派这些, 是, 派这些, 门徒, 门徒派一些, 门徒派这七个人, 这七个人, 他并没有提出, 是弟兄, 哦, 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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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中间选出七个, 然后后来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男的, 这些都是司体法,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当初都是, 都是, 都是那些男的, 在管理, 呃, 饭食, 那今天的教会, 今天, 我们所有的教会, 几十年呢, 都是女的, 在管理厨房的事情, 烧菜的事情, 那男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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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们都是辅助, 辅助那些太太们, 其实主要的都是这些, 妇女们, 在做这些事情, 妇女, 不但是妇女, 还有女的, 是, 我应该, 我应该需要多一点解释, 什么叫管理饭食, 管理饭食, 并不是说在, 在饭堂里面派饭, 不是这个意思, 管理饭食是, 讲到的是供给的问题, 有一些人他穷, 没饭吃, 所以辅士不停是管理饭食, 他们也要决定, 那个, 那个是供养供给, 给哪一些有需要的穷人, 我们去看辅士的神学的时候, 我们看到旧约, 耶和华是, 眷顾穷人, 因此到了新约, 才有了执事这个职份, 对应旧约里面, 对穷人的眷顾, 所以他不仅是说, 他只是礼拜天吃饭, 而是指, 他们日常生活, 确确实实的需要, 执事门来探讨, 谁比较有需要, 怎么用这些钱去, 攻击他们, 是这个意思, 那这些是执事门做的事吗? 执事门做的, 当初这些政经, 是执事门吗? 这里是执事门, 哪里有说呢? 这个字, 其实管理饭食的管理, 原文就是, Deacon的动词, Dicono, 这个字也是, 原文就是Deacon这个词, 所以通常我们说, 执事, 这七个被选出来做执事的,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执事? 因为, 这里的, 他们做的事情, 以及, 后来我们看到, 保罗讲到关于执事, 他们做的, 照顾穷人的事情, 跟这里也是配合的, 我们就判断, 这个是, 大家都公认的了, 如果你是支持派, 反对派, 都会公认这些人, 他们是执事来的。 诶, 这个牧师, 我看到, 我已经忘记了, 我已经忘记了, 说是怎么样那个, 是哪一些的那个, 有哪一些证据, 说这只是扶事而已, 不是领导, 因为这些经文好像就很明显的, 是, 这个是一个领导的职份, 那反对的哪一些经文是证明说, 他不是领导的职份啊? 反对的, 可能他比较着重于看的是这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三章, 他们会理解为, 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就是监督, 他们需要教导, 而那个我不许女人讲道, 不许他写管男人, 他们可能就会理解为, 单单在讲长老的职份, 单单在讲监督的职份, 因此有些人, 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误解, 以为教会的带领, 只是在长老那一方面, 而只是没有任何的权柄, 是长老牧师在带领, 同时不一定反对, 只是有权柄, 这两个是可以并存的, 但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认为说, 不是的, 只有教会的监督跟长老, 跟牧师有权柄, 只是是没有权柄, 只是是followers, 他们是做一些实际上的, 行政上的那些事情, 有些人会这样的理解, 可能这个作者或者自己派, 也是这样的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福音堂是哪一种? 哈哈哈, 这是智慧的问题, 不是吗? 我不想, 当然我不想太快, 我不想太快讲立场, 我是想通过解经, 让大家心中有一些想法, 你觉得每一个解经比较合理, 到最后, 我们就算要有立场, 也是为了尽量的符合圣经, 才有一个立场。 我就讲讲我私底下跟Tessa Charles的聊天吧, 我问过他了, 他说我可以说出来, 我问他, Tessa Charles你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他说是这样子的, 他说他认为, 双方的解经都有一定的道理, 都有弹性, 都是忠心的, 都是严谨的, 但是问他的话, 他会比较有一点点prefer, 没有女执事, 有一点prefer, 他给出的理由就是, 因为他认为执事, 说到底是有案例, 是有权柄, Ordine, Ordination, 有权柄的, 因此, 因为权柄的缘故, 根据提摩戴前书那些经文, 不许女人, 狭管男人, 他会比较prefer, 没有女执事这一边, 所以他是中间比较靠反对的, 中间靠反对的, 这是Petra Charles的看法。 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权柄, 权柄, 其实所有的牧师知识, 你是一切都是神的补人, 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自己就做, 自己就替门徒洗脚, 是, 他没有把他的地位看成那么高, 他是神, 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 是, 其实说得很好, 他接近, 他接近人, 他爱人, 他有黏民的心,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权柄, 权柄, 权柄是没有错, 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的一个, 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 但是, 以前我们教会的执事, 女执事的话, 那都是有好名声的, 但是, 就说, 照了, 你今天解释的神, 金姐讲的话, 那他也是要, 要结果, 如果是女执事的话, 是不是也是要结婚, 结果婚的, 没有, 是不是要结婚的, 是, 他经文好像没有这样说, 没有这样说, 没有说, 没有说, 是, 就是有好名声的, 很爱主的, 就, 我们以前就, 就有这样的执事, 是, 是, 潘纳尹你, 你刚刚指示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 耶稣基督他这么有权柄, 但是我们看到他去, 为人洗脚, 是吧, 他是服事人, 确实, 这就是圣经里面对权柄的看法, 我们也不要以为说, 我们提权柄, 就觉得他高高在上, 不是的, 权柄反而要求他谦卑, 反而要求他道成又生, 这个是跟世上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另外一方面, 没有权柄是不是就低级一点, 也不是的, 权柄并不是地位的高低, 都是一口的, 在神面前都是同样尊贵的, 只不过是角色跟次序的不同, 所以换过来, 先别管有没有女职士, 就算我们说没有女职士, 假设了, 假设没有女职士, 也不代表姊妹们, 不可以做类似职士的工作, 或者帮忙做职士的工作, 并不反对这个事情, 那到最后就是, 我们有多需要, 或者我们有多认同, 必须给姊妹们, 一个职份, 说她要有这个名号, 还是说, 没有这个名号, 她去服侍, 也已经很好, 也已经很荣耀, 我相信多年来, 我觉得是教会的需要, 因为没有这么多男职士出来, 保罗特别是非常的严格的, 她的书信是非常严格, 当然是非常的好, 我, 我们当然是应该, 应该根据圣经, 但是我是, 就是说你做职士, 你有更大的负担, 也不是人人愿意去做, 你女的也不是愿意去做你, 以及你女的职士, 因为女的, 因为姊妹们, 她在家里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承担了, 她如果在教会又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话, 其实是很辛苦的, 是, 其他女的姊妹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打开摄像头, 来提问, 来讨论一下, 要不我先, 我先请Jordan说几句吧, Jordan有什么, 有什么补充吗? Jordan? 我刚刚就是, 特别去看一下Calvin在讲的, 可能看有一个人是这样说, 我觉得或许是, 有点像是两者, 刚刚两者之间中间, 就是, 有没有可能, 有男姿势有女姿势, 但是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就虽然他们都叫姿势, 但是女姿势跟男姿势, 在本质上又有一些区别, 以至于比如说, 在实行权柄的, 就是被区分开来, 那我刚刚看那个资料, 他在写的是Calvin认为有女姿势, 但是他觉得女姿势, 就更偏向做食物方面, 直接第一线的在接触穷人, 那至于教会要拨多少钱, 去帮助穷人, 教会要怎么样帮助穷人, 他就是男姿势来决定, 然后女姿势, 所以他又把男姿势跟女姿势, 又分开来看,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避开了, 所谓的女姿势会有一种权柄, 压制男生, 所以他就把女姿势, 我不知道在现代会不会人家觉得, 你这样子歧视女生, 都一样叫执事, 然后你还让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 给我们不一样的内容, 但是, 我看的是Calvin跟写这篇文章, 我刚刚看那篇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说我们可能不是, 他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问, 教会该不该有女执事, 或许这个问题可以改成, 教会应该有怎么, 就是执事有没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女姿势跟男姿势, 又在身份上又有不一样, 他可能又分了长老姿势, 男姿势女姿势,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可能只是让大家困惑,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可以去接受, 在教会里面男姿势女姿势是, 如果我们那一派, 我们教会就选择说我们要有执事, 然后有些中派, 像Pester Charles的那个中派PCA教会, 他们的有些教会, 他们会说, 有女姿势啊, 只是我们不案例她, 他们名字叫做, 很认真的名字叫做, 没有被案例的女姿势, 男姿势是有案例的姿势, 他们就有很多用这种名称上面, 然后什么作为区别,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觉得教会必须要先知道, 就是希望教会会知道, 我们没有看清女, 女生, 我们不觉得女生是四等的, 不认为女生是能力比较差, 我们认为女生的能力有时候还比男生好, 但是圣经有没有一个, 在做男女, 在教会里面角色上面, 给我们一个区别, 那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的去遵守, 就像所谓丈夫是家中的, 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说, 大家可能对权柄, 会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相连, 所以就好像我们, 我们华人那种古早的大男人主义啊, 就家里男生这一家之主, 他说的算, 可能在圣经里面有权柄, 不是像这个意思, 就像潘阿姨刚刚讲的, 耶稣是最有权柄, 但是他却愿意服侍, 但是确实他还是强调了耶稣有权柄性, 那长老的权柄是什么, 知识的权柄是什么, 我的意见, 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抒发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很难有什么, 是非的意见, 蛮不错的, 至少我们知道凯文他怎么想, 我刚刚听阿朗伦所分享的, 关于凯文的说法, 我心中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如果他说有男执事女执事, 然后女执事到最后做决定的是男执事做带领, 那我心中第一个回应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叫他们女仆人就好了嘛, 就是我们给他一个title, 然后又说这个title其实没有什么实权, 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title, 他可能就是执事的帮手, 他就是女仆人, 还是说我们需要一个title来说明他专门在什么工作上呢? 所以我可能想到凯文的时候, 马上冒出来了一个回应, 我相信那个女执事, 不是他们要求他们要这个title女执事, 而是以前的教会里面, 他就是执事里面就有女的出来了, 也不是他要那个title, 不是他需要的, 是教会以前设立这样的, 是有执事, 但是弟兄, 没有那么多出来, 就有一个好名声的一个妇女出来, 所以就是他的title也是女执事, 他也有权柄的。 我想title这个事情, 其实就像初代教会这个, 不是这样, 比如说他对于真寡妇, 我们会给他一个title, 然后他的title有一个他有用的权利, 然后他其实对真寡妇的要求也蛮高的, 也像绝代远人啊, 然后好行善公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可以为凯文做个辩护, 就是如果他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女子title, 因为他们这个title赋予了他们的一种character的代表, 认可了他们, 他们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徒, 然后可能特别在处理, 比如一开始, 会有执事产生是因为他们亏待了一些寡妇女, 那处理妇女的事情, 你说有女生来当这个头, 我觉得应该没有男生会说, 不行不行, 我要来当那个管理寡妇的头, 那就是长老会的教堂里面女子是蛮多的, 因为我有两年去了这个长老会, 蛮多妇女,蛮多女的出来做事。 有一些长老会会有。 是,长老会有多的。 分支太多了。 我刚听了牧师讲的, 我觉得讲的那个regulating principle是挺好的, 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听了以后, 这也是我个人的那个conviction, 因为既然我们敬拜, 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敬拜的这个, 关于如何敬拜上帝, 那我们是follow这个principle的话, 那其实在教会的职份上, 那也是应该用这个principle, 就是圣经有说的, 我们才去设立, 然后才去按照圣经有说的, 就像我们敬拜的程序, 还有敬拜的那个一样。 所以这是我后来听了牧师讲的以后, 我立刻改变了我的看法。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改变了。 这是个人的那个, 个人的良心, 个人的良心, 不过就在那个执事的助理, 其实是美国PCA的教会, 很多就是用助理, 执事助理的办法,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实际操作上是确实有很多姐妹是可以参与的, 可以参与的, 然后就是做执事的助理, 助手, 一点问题都没有。 您知道我姊妹跟夏文改立兄, 有什么要分享吗? 室文举手。 我知道看到室文举手了, 如果您姊妹暂时没有问题, 我先问室文, 室文有什么问题? 请问, 请说。 也不是问题, 只是就是comment, 就是我只是想到就是开头问, 就是说, 譬如说, 像我们现在要, 我们希望有多一点的长老出来, 可是很多弟兄就说, 很谦虚就说, 我不用长老这个头衔, 我就是做, 我服事, 可是我不用当长老, 可是我们觉得长老很重要, 必须要有人出来当长老, 所以这个其实, 这个头衔,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他有, 对, 就是说, 你不能说我服事, 可是我没有, 就是, 我就不要当长老, 然后我服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 直视的话, 我是不赞成说, 就是刚才你那个, Jordan说, 就是说, 好像这个头衔不是, 对, 可是, 不过我的立场就是说, 我是觉得, 直视不应该, 就是我是觉得女生不应该, 不应该当直视, 这是我觉得, 我是比较偏这个的, 那我觉得也是就是说, 譬如说, 因为这个title, 是, 是要有这个title, 在这个直视上, 不是说你做事, 然后没有, 就是我就觉得不太对, 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title的话, 那我觉得是男生, 对, 就是应该是男生, 就是男性, 对, 那女生的话, 是辅助的工作, 是辅助可以做一些, 对, 做一些其他方面的, 的图示, 对, 但是没有, 不应该有这个title, 这是我的想法, 我相信也不是他要这个title, 而是你现在, 我们请问牧师, 我们请问俊强牧师, 你是不主张有女执事, 是不是, 你是根据圣经上面, 今天讲了这些, 就是, 我们中华福音堂, 从今天开始, 就是, 没有女执事, 只有执事, 是, 我刚刚, 有讲过了, 我先讲我的看法, 立场当然重要, 但我不想马上给你一个说, 这是你必须要跟从立场, 我是希望大家刚刚有认真的去看里面的解经, 有看各种的理由, 然后我们来判断, 到底什么理由是比较符合圣经的理由, 刚刚我们可能也有表达一些理由了, 就是, 福音堂一直都有啊, 过去都有啊, 这是一个, 我们要看了多重的理由, 是过去有, 因此我们现在就有, 还是, 圣经的权威, 重要过我们的历史, 是我们的历史比较重要, 还是圣经的权威比较重要, 那我相信我们都同意, 圣经的权威比较重要, 然后我们刚刚有一些解经支持的, 反对的, 那通过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你是比较偏向于支持的, 还是比较偏向于反对的, 那如果潘威要问我的立场, 那我就讲一下我的立场, 我是觉得, 你牧师跟长老既然有教导的责任, 教导的功能的话, 你就, 你就照圣经上面教导, 一个规则出来就好了, 我们就follow就行, 那我, 那我说说我的看法, 我首先是很明白教会的需要, 很明白教会的需要,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问我自己的私心, 从实用主义来说, 我是想要有女职士, 按照我的私心, 我是想要有女职士, 但是我知道我的私心, 也是不能够高过升级, 所以当我参考, 学习这些时候, 我反复思考, 其实我的立场跟Pastor Charles, 是相似的, 我也是中间有点偏, 没有女职士这一方面, 我也是这样子, 也是中间偏这一边, 我不是说另外一个支持女职士的, 那些解经都是很差, 都是没有说服力, 不是,他们很有说服力, 他们很有说服力, 但是我综合觉得, 我的判断确实有很多的证据, 比较证明是, 这是一个权柄来的, 这是一个, 刚刚世文也说得很好啊, 他说, title是很重要的, title的重要性在于, 它有相关的权柄连在一起, 那我想说的是, 那是一个次序,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在那个次序上, 才做那些事情, 比如说我要解释圣经, 我可以不需要有一种权柄式的讲道, 来解释圣经, 我可以在私底下跟弟兄准备查经, 我们聊圣经, 这样子去讲圣经, 是可以的, 有恩赐, 有分享, 甚至在做类似的工作, 但是当我说, 我是长老的title的时候, 我才有他所相关赋予的权柄, 我是可以带领教会, 我是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 这个是title跟权柄所必须的事情, 在执事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当你说他是执事的时候, 这个字本身就跟相关的权柄连在一起, 但是我刚刚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表达的是, 执事的工作, 类似的工作, 确实执事可以下放给下面的弟兄姊妹, 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 在那种情况之下, 很多平信徒他是不需要被案例做执事, 他也参与在帮忙执事的工作上,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你不需要有一个title你也可以服事, 但我并不是说title不重要, 我同意试文的说法, title是非常重要的, title跟案例跟权柄是连在一起, 跟次序连在一起, 但是同一方面我也会说, 那不是执事的, 就不需要做执事的一切工作吗? 也不是的, 因为对执事的吩咐, 在其他的经文我们也看到, 也是跟一般平信徒的吩咐是一样的, 因此你还是需要去关心穷人, 就算你不是执事, 你不是那个title, 你还是需要关心穷人, 你还是参与在mercy ministry上面, 只不过在做决定, 在做带领的方面, 不是你来带领, 我是这个层面上, 我说你不需要有title, 也可以做那些工作, 是这个意思。 我想有一个问题, 也许是我想到的脑筋里面, 那旧约里面的那些女先知, 是什么情况? 女先知? 是, 我在讲道的时候, 其实有简单的解释过,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圣经无论是新约旧约, 从来都不反对女先知, 从来都不反对, 但是女先知不代表女牧师,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以不所书四章十一节, 神所设立的有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 有说预言的, 有牧师跟教导的, 我们看到说预言跟牧师教导, 是分开两个不同的种类, 对于做长老的要求, 我们学习过了, 希望大家记得, 只是要求他善于教导, 并不要求他必须懂得说预言, 因此说预言, 女先知不代表他是长老牧师, 两个是分开的事情。 我说两句吧? 可以, 请说。 今天晚上, 牧师这个题目, 把正反两方面的解经, 都提供给我们, 让我们有所了解, 确实还是, 应该说是很有启发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考虑, 正方面的, 正反两方面, 他们对解经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这个, 所以, 在对教会的管理治理方面, 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 因为从这里, 从正反两方面的, 我们就要得一个结论, 我觉得目前是不需要做这样一个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 没有这方面的排泄性。 我们教会, 从最近差不多十来年嘛, 还是主要都是男知识, 没有女知识。 那么现在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有女知识的这种需要呢? 我觉得, 还要从教会的管理和治理方面的角度来考虑。 所以, 不必下结论。 我非常赞同, 你跟他说过这个观点, 就是说中间偏这个意见。 但是并没有做一个结论出来, 就是教会就必须要这样做。 这非常好。 因为确实这个问题呢, 在历史上也是一个, 比较难以, 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从教会传统也好, 从圣经的角度也好, 都是比较, 比较起来是有真论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这样一个真论的问题呢, 我们觉得, 比如说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考虑, 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候选人方面, 男知识, 男的候选人, 女的候选人, 同等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 男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这样呢, 也就是说, 不必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不应该有的意见, 只是, 我的观法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谢利松的一个建议, 一个提议。 我, 我看到教会的练习了, 没像是2011年到2014年, 是教会的第一个。 对, 有一个女子。 这十年里面有一个。 这十年里面有一个。 在基前还有一个。 不是2014年。 日文当过执事啊。 那再更早一点, 那个死妹乡当执事。 死妹乡。 我是当过执事, 所以我, 可是那时候并不清楚。 对。 可是, 我觉得我现在就不会。 在基前是, Kathy Zhang, 张德林, 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年的, 指示, 做很多年。 还有谁? 还有谁? 梅香吗? 梅香吗? 梅香, 张德林。 对。 诗文我都不知道他做过。 诗文我都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 诗文有, 2006年。 我相信以前的牧师, 也有考虑到女执事, 所以他们有女执事选出来。 我相信以前的CGC的牧师, 念牧师的时间。 念牧师以前已经有了。 然后跟着一直就有这个女执事在。 所以现在的牧师, 他们看到, 要看看要不要根据圣经来, 也给了我们有的了解。 所以, 这个, 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对, 我刚刚也讲了, 牧师来决定。 我首先必须说, 我非常敬佩, 过去做过职事的姊妹们。 非常辛劳, 非常忠心, 也愿意为主所用。 我从心里面是对他们尊敬的。 我没有任何对他们的, 任何意见。 不管我立场怎么样, 我都会认为他们是很爱主的姊妹们。 有一点就是, 因为在集市会里面, 我看到全男的看事情是很不同的。 如果是中间没有一个女生在提醒他们的话呢, 想法很多东西都是男生的想法。 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去看事情。 有一种操作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们, 我在一间长老会里面, 那个操作是这样子的。 长老开会, 是会叫姊妹来开会。 因为不是说他们做决定, 而是听他们的意见, 是可以这样子的。 不可能。 我做过理事, 我知道开会的辛苦啊。 我几乎出来都忘了我的车在哪里, 我跟你讲。 世风不是一个真的是靠神给你的力量啊。 现在很好啦, 现在感谢主了。 现在我们开会动场是两个小时。 不像以前我们要开一天的。 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天的开会。 如果现在只是, 还要找个太太在旁边一起开会, 那她的家里都不用管你了。 去开会不用开车了, 不用找开车了。 好, 还有很多没有发言的弟兄姊妹,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趁这个机会, 问问题也可以, 发言也可以。 刚刚刚Ben跟潘拉吉都说我们立场怎么样。 这个立场就是很重要。 因为在下一次选时事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告诉大家, 是, 是怎么样, 是有, 有没有屡时事这个事情。 是, 所以我们到最后, 还是会给大家一个, 一个, 我们, 我跟吴长老, 跟Pester Charles, 我们花多点时间, 我们来讨告, 我们来探讨, 我们来想想看, 最终的决定怎么样。 好, 那我想可能大家都没问题了吗? 每一年提名, 都会有一两个旅的提名, 在知识提名里面。 所以, 我看到会中是有几个, 希望在他们, 的确是女生。 我也看到这个需要, 所以我, 我今天晚上就想跟大家有, 有这个, 特别的讲座, 对于有疑问的人, 来学习一下。 我相信今天这样查经以后, 牧师这样教导以后, 那个你就是提名, 你女执事, 那女执事也拒绝的, 拒绝出来了。 因为照圣经的嘛, 女执事也不会出来了。 就是顺服啊。 看得出被提名的姊妹, 都是很尽情的姊妹。 每一次有一两个提名出来, 我们都觉得这个, 他选人当面是很好, 他觉得这个姊妹, 他很有恩赐, 很爱主。 我们都觉得, 可能是因为弟兄不够吧。 我刚才那个牧师也讲到说, 那个啊, 就是在操作上, 也有提到有的教会的做法, 就是用助理的方式啊, 那在实际的服饰上, 这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什么差别, 就姐妹都是可以参与, 都是可以参与这样的服饰, 特别像关怀, 特别像关怀的施工啊, 这些的, 是可以参与的啊, 像宣教啊, 宣教的施工, 这些。 特别在, 在妇女施工上面, 女性在女性当中, 做领导没问题, 是可以的。 啊,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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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需要女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 这个服饰在, 在准备当中, 是。 但那服饰就不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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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 从提摩泰前书三章那边, 我是, 我是, 感到就是, 保罗, 是把, 夫妻算进去, 无论是, 长老夫妻, 还是知识夫妻, 是这样子的, 所以, 等于就是说, 这个有权柄跟服饰的, 带有责任性的, 还是要按着神, 神的次序来做, 还是要按着神的次序来做, 还是要按着神的次序, 但是, 这个有权柄跟服饰的, 这个外父是要等, 就是说, 呃, 跟着一起服饰, 我, 我, 我对金文的理解是这样子, 不过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 已经都实现在每一个执事的, 执事的太太都是在帮助, 对, 因为, 因为看到保罗他对那个外父的那个, 的那个规定, 他的那个他也是说, 呃, 要怎么样怎么样也是有一些审核的条件, 而且是按着耶稣说的, 有权柄也是服饰, 也是你带有权柄的就要去服饰, 而且你说, 这个这个又要有那个title的话, 这个等于是一个责任性的职份, 而且也是一个代表教会的职份。 谢谢Joyce的意见, 非常好。 好, 既然大家没有其他的说法, 啊, 意见, 那, 今天学过的内容你可以再去重听, 因为有record, 啊, 再听一次看看那个理据,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 啊, 我们不急于现在就下一个很确定的, 很肯定的一个说法, 是, 但是先学习, 先学习, 学习圣经本身可能比, 马上有一个确定的立场, 可能更重要, 对之后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我们可以请吴长老为我们做一个写书祷告吗? 好,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你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主我们承认我们智慧不足,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也没有仔细的去研读, 但是主你还是在你所定的时候, 你用自己的仆人来教导我们能够认识真理, 主我们也特别把执事这个职份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每个人对执事的认定, 是不是应该有女执事, 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主我们求的是我们在主面前每一个人愿意先放下自己的看法, 谦卑的在主面前寻求相同的看见, 合一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教会当中兴起许多的姊妹, 他们的服事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建造你的教会, 像Phoebe一样, 他也是保罗所重用的同工, 甚至把这本罗马书带去到罗马的教会, 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护召, 不管有没有职份都是要服事你, 要建造你的教会, 主我们求的是在你的教会当中, 一切都按着次序行, 按照主你所定的来行, 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 按照主的意思来行, 主我们也特别求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将来在福音堂, 是不是应该提名与执事, 能够有在长职会有相同的看见, 我们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 主我们不管有没有担任这个职份, 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服事主的热心, 有服事教会的热心, 有关心弟兄姐妹的爱, 不管在不在什么样的职份上, 是你把弟兄姐妹放在教会里面, 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求主你给我们更多的爱心, 你也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 知道怎么样顺服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也解答我们心中的疑问, 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 这段宝贵的时间,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导, 长老的职份, 还有职士, 是不是该有女职士的解经, 都让我们能够更清楚, 主你对教会所设立的职份, 你是很慎重, 也让我们没有轻看主你所设立的职份, 主我们谢谢你, 也求你纪念牧师的辛劳, 让弟兄姐妹在经过学习之后, 可以继续的在你面前默想, 直到主你给我们有相同的看见,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都是奉号耶稣基督的, 阿们, 好,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好, 大家晚安。 晚安。